謝謝阿彩 還有我們今天來參加的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在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服務的私人 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是說 農來訓這幾年一直在發展這些有關的數位服務的應用 剛才阿彩也提到很多有關 近年相關的議題 我們如果去透過數據或者是透過我們這樣智慧農業的方式來協助 我們的農產業來去切入淨林這個區塊 當然就是我們現在蠻大的一個險學在思考一個課題 在整個智慧農業或者是說在 數據上來講我們目前在切的這一塊是 以調氏為主要的一個方向 調氏它並不是淨林的一個 它是應該說是 沒有完成淨林的話 會有的一些 風險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利益它 也就是要建議比如說我們的 熱害啊 或是說一些颱風的平板 像我們已經三年沒有颱風 那 這個颱風也又進來 或是經過又導致一些災損 那這些過程如果去幫助農民去了解它的風險 以及怎麼去幫助它去做一些調氏 是我們現在發展的一個 一個區塊 那下一個階段就會逐漸跟我們的 達財 所剛所提的那一些 在淨林方面的一些 ES區的一些液體 怎麼去做扣的 那 我們先跟大家分享說我們在 可能有些伙伴 之前 也沒有 第一次聽 先跟大家分享說我們去年做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在 目前的這個 服務的業務來講 我們主要每天在處理的 這些課題是以 產銷 產銷這個議題 是滿大的一個 區塊 那也就是因為如此 我們才思考說如果透過我們的數位工具來 協助我們去處理產銷這個課題 那對於 政府來講 我們在產銷課題上面 我們常常會 或是說 最注重想要關注的點 都是在於 現在到底有什麼東西 種在哪邊 那它稍微多少 那 比如說可能 前陣子可能芒果比較多 但是我們如果只去思考的話會發現 全部的芒果在台灣來講 它會有由南到北的一個不同的產區 那這些不同的產區的產期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是 聽到最有名的是艾文 那艾文它的 產區可能你會覺得是在獄井 那其實在台灣來講 芒果可能最早出的是在榜山 因為它是在我們台灣的最南邊 那榜山出完之後 接下來才會慢慢的往北 然後到台南的獄井 但是 現在你可能手上買的那個芒果 到底是從榜山還是從獄井 甚至高雄也有一些金黃或獄文等等 這些 地方 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這個是我們會去 在政府單位會去要一直在思考 或者是要去處理的問題 因為 要先知道 問題發生在 哪裡 哪邊的 產銷的 的 通 廣告比較不通暢 才能夠比較準確的去把資源投注在 對的位置 這樣才能夠 才能夠去解決這些問題 比如說可能現在 在 假設4月的時候 可能覺得芒果好像很多 那我們總是不會去問 台南市政府那邊 你們的玉體芒果多不多 我們可能先問一下屏東之類的 才能夠先把問題去把它做收斂 那同樣的對於農民來講 農民在 投入在農產業這個區塊 當然他就是要賺錢 但是 算你要 對農民來講 他到底要種什麼作物 或是說要種的作物之後 什麼時候可以收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客體 也是農民 他每天都要去面對的 甚至有些電貸的風險等等 所以我們也就 在基於這個客體 從 一到一百零八年 我們就一直在發展這樣的一些計劃 那中間也有去 跟那個 一些經濟部的一些計劃去 現在是在蘇巴布了 有在AI Core的計劃 那 有去開發出一些小的 成果 那 後來也陸續發展的一些專案 那在這專案來講的話 我們的 在於農民專案來講 我們講說 怎麼去解決產銷這個客體 我們就希望說能夠讓農民能夠 是不是經由我們提供 他一些服務 比如說我們可以給他一些 產銷的決策輔助 他經由這個產銷輔助的過程當中 農民他為了取得這個服務 他就必須要在系統裡面去輸入 他種在哪裡 他種什麼作物 什麼時候收 那我們在政府部門就可以因為這樣子去 農民的參與 然後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這些產銷的資訊 那可以逐漸的把我們這個 產銷的這個數據的尺度能夠向下的去更加的精準 可能本來只看到 台灣5月有芒果 他是不是看到現在台灣5月的芒果可能在台南 台南高雄屏東 台灣的芒果在5月可能是在預警 或是在預警的哪裡 是不是這樣子逐步的向下去把它展開來 那我們就可以讓問題呈現得更加的明顯 但是 這樣的目標一定需要有很多的數據 我們才能夠讓他的整個 資料的結構會更加的接近真實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思考測物問題的時候 我們發展一個大致酸價值規劃 那 怎麼去做呢 我們就會思考說 這些獨門的這些作物他會有這樣的特性 那 把我們這些作物依照他的特性 去提供農民一些生產的資訊 那同時我們就可以進行一些AI的分析 然後提供給農民一些產銷的決策 策略的一些建議 那簡單講是這樣 那 整個去做之後 我們就把這些不同的作物 我們依照屬性 因為對於農民來講 有些 作物他會有 依照他的屬性的不同 而會有一些不同的策略 比如說 我們在6月的時候會吃荔枝 荔枝在高雄最有名的就是育兒包 那對於育兒包的一個策略來講 我們可能就會建議他說 我們總不能建議他說 你的育兒包今年可能會崩盤 所以你要把育兒包砍掉 砍掉之後你去種西瓜 那對於農民來講 他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個 不合理的決策輔助 他就沒辦法理解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在對於像這種 一致性採收的 水果 我們是不是要建議他說 因為 畢竟他無法去改變 他現在生產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就能夠建議他去分散風險 比如說他可能是習慣性 把他送往台北批發市場 北一市就我們的最大的國外市場 那經由數據的分析 我們是不是能夠給他建議 其實你可以送到台中市場 甚至高雄市場 那邊的需求也是不錯 那你的價格是不是也會有機會比較好一點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那 比如說可能種高麗菜 我們是不是可以就因為這樣的建議 然後可以推薦他說 在種植行為前 不要說在他種了之後 再跟他說 你高麗菜 現在崩盤了 你不要再種 那農民你覺得很奇怪 我都已經 種在田裡面了 我種在田裡面你才跟我說崩盤 然後我又能怎麼辦 那所以是不是在種植前的時候 就能夠經由這樣的產銷的分析跟他建議 你是不是除了高麗菜以外 你可以考慮青花菜、花椰菜 這些同樣屬性的短期葉菜類 或許他的 收入也不錯 那經由他的方式我們可以去讓 幫助農民去做一些分散風險的一個動作 穩定他的收入 那這樣的發展的模式呢 我們就需要去把這些 作物的 屬性去做正規化的一個過程 包括說他的屬性啊 他的這些不同的生育時期 那最後就建立出一些預測模式 那在我們系統裡面目前有34個 作物大概96項的市場蔬果的加量預測模式 都可以去 運作 那 在 資料結構來講 就會像這樣子 最右上方那一個是在我們農事所的 針對我們的包葉菜 包葉菜就是很包青菜那一類的 他的一個包青柏這一類的一個蔬菜的生育力 他可以有第1天到第60天 你會遇到怎樣的一個狀況 那 但是 這樣的資料結構 我們在 思考過程當中會覺得 這對於一般的使用者 比如說農民 或是甚至一般的消費者 或是使用者來講 會比較 沒有那麼的直觀 那 所以我們就一直去思考說 怎麼去把這些 作物 他的屬性能夠對應到比較容易理解的一個 轉換 那最後 我們的思考的方式 是說 今天不管是什麼作物 基本上他只會有4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就一定是營養生肠期 就是他是長葉子那個階段 那接下來就是開花 接下來就是結果 那接下來就是採收 那會在這4個生育期裡面去完成這個作物的生命周期 那不同的作物他會 他不一定會全部走完 比如說 高麗菜 他就只會有營養生肠期跟採收期 你不會等到高麗菜開花 高麗菜或者是那個 油菜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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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樣的一個模式我們可以把它正規化之後呢 就可以對應到我們的這些不同的資料結構裡面 包括說我們的一些防災告警 像那個風險的門檻 甚至說我們可以把我們一些 肥肥的管理 病從害 相關的資料都依照這樣的一個 一個正規化的結構 把它對應進去 然後就可以看到說像我們的 綠色這個區塊來講的話 就看到說我們這個假設今天是一個結球白菜 那我們展下去之後農民 他對結合來 或是 或是對他來講是比較無感 那看到在市場裡面的 今天他交易的哪一個品項 有可能是包新白 從大白到天青白 那選擇這個項目之後我們就可以去把它對應的生命日數 他就是 營養生肠期六十天 種兩個月之後就要採收了 採收期大概十天左右 那如果放到 70天以後會怎樣 他可能就會刮掉 太老了 那你有沒有可能提早採收 有可能啦 所以可能大概六十天上下這樣子 那由這些資料我們就可以去向下對應到 不管是防災告警到 並存在這些相關的資料 就予以串連 那可以提供我們 這樣一個資料結構的狀況 那實際上看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選擇 輸入種植日期然後選擇高麗菜之後 現在選擇替代作為的品項 洋蔥、小白菜等等這些 我們就去計算 他就可以說 在他的預估的這個收入期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的預估收入 是不是 他一定要種高麗菜呢 有沒有可能去選擇其他的品項 那當然這個不是絕對 因為 每個品項他的生育日數長短不一 你今天你選擇高麗菜可能要七十幾天 那你選擇那個 那個 新疆菜可能就只有三四十天 那 種植短的作物跟長的 種植短的作物跟種植長的作物 跟他所 可能預估的這個投入的成本 跟收入當然就不一樣 但是我們把它先 簡化到就是以收入的方式去做排序來做呈現 然後能夠讓農民來去做一些評估 可是 去年 做到這邊之後 我們就接下來發現一個問題 假設像我們在這個資料結構右邊來 看 我們假設農民他今天是選擇在大概六月中的時候選擇 從洋蔥、橄欖、小白菜到青山菜 這四個品項 下去做分析 系統就會告訴我們說洋蔥的收入比較好大概可以58萬多 甚至高於高麗菜到小白菜 但是 這是合理的一件事情 單就收入來去思考 決策輔助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這其實不太合理 因為你考量到作物生理學的時候會發現 或者是我們可能不是 大家不是務農背景的 夏天的洋蔥 大部分一定都是進口為主 因為 台灣一定種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太熱 28度一吸 以三位熱障礙 所以 我們可以常看到一些洋蔥的新聞 國軍出動採洋蔥一定是什麼時候 比如說是在四月前在恆春那邊 大概就是春季 春季什麼時候種 大概就是冬天 也就是說 過了春季之後 農民他絕對不是笨蛋 他幹嘛沒事 去跟老天爺對賭說 我一定就是要種 夏天的洋蔥 當然啦 我們不能夠去跟農民說 你一定可以或我一定不可以 因為 我們台灣農民真的很厲害 我們做了很多設施的栽培 我們做了很多 智慧的輔助 你有沒有可能有一天 我們就是做植入工廠來種洋蔥 你不能夠說要不可能啊 所以 以政府的角度來講 我們 能夠做的就是把風險能夠比較 適當的介入 然後提供給我們的使用者去做選擇 那現在遇到的狀況就是說 以收入來看 洋蔥跟 高麗菜 在六月中旬種的時候收入雖然高 但是它的風險 卻也很高 高收益高風險 這樣子是合理的嘛 我們要怎麼讓 農民 能夠去理解 以政府的角度者 去揭露這樣的資訊 進而就是會達到我們 挑釋的一個目的 比如假如說我們在這個 地球融化的過程當中 或是說現在的氣候風險 怎麼讓農民去了解說 它現在種子的位置 它的風險的高或低 那也就因為這樣 我們就去 想看看怎麼做 那有 下面的這個如果呈現風險 就是在今年的一個成果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怎麼做呢 在 去年來講 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做一些收益的評估 收益的評估 那也建立了一些模式 包括 有一些 蘇果家用預測模式 到生產管理注意事項之類的 然後有一些 決策的模組 那到今年的時候 我們就去 把 風險蘋果也加進來 那也有把品項做一些 擴增 包括一些 糧食作用 比如說水稻 或是紅豆 這個 因為它沒有 那個 它沒有在批發市場裡面做交易 所以在 交易價格裡面 它並沒有資料 我們就把它納進來 那也有一些花費 那 接下來呢 就是 找資料 找資料 我們就整理了 將快 7億比的 這些氣候的資料 40億年的資料 然後把它整個匯整 匯整之後就要下去做分析 那資料怎麼來 我就開始頭痛了 其實在我們工部門裡面 大家 各個部門都做了很多的成果 那這些成果其實不錯啦 只是 有時候可能我們不曉得要去哪裡找到 你可以用的資料 那其中 在氣候變現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到TCCIP這邊去做申請 那TCCIP這裡他們 做了很多的研究 然後現在是已經到 AR6的一個資料的 資料的版本 那這些資料裡面 他就會 可以讓我們取得 剛剛 跟大家分享的這7億比的 氣候資料 我們就可以從那邊 拿到了 那拿到之後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 時間尺度跟很大的資料結構 那接下來 我就要去思考 怎麼樣去 去取得 比較穩定的觀測資料 特別是在 談作物生長這個事情 我們會有 溫度 我們會有 日射量 這些的考量 日射量就是說 你今天太陽光 照的 多 或者是少 那 這些資料從哪裡來 因為 一般的氣象測站 在氣象局裡面 特別是他不會有日射量的資料 那這時候 好險我們的農業測站 我們國家也監視了很多農業測站 他裡面 具有這些資料 那一樣 公開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那邊做申請 那申請之後 就可以去借接 那借接之後可以取得這些資料 那就去檢視資料結構啦 那在我們的農業測站裡面 重點就是在這個日射量的 資料裡面 他是單位是 那個每平方米多少 M追嘛 就是交額 那 一樣的在GCEIP裡面取得資料結構也是同樣的單位 那這樣就有機會可以用啦 那有這個機會之後我們就進一步 來做思考 怎麼去做 生長模擬呢 他有很多種模式一直在發展 但是 弄得太複雜 可能大家也很難理解 我也不好去處理 所以我們選擇最簡單的這個 那個 激溫模型 就是這個 最高溫再加上最低溫除以2 然後再減到基礎溫度 再減到基礎溫度 那 那我們把這些 點位的資料呢 他去對應到 這些測站的資料呼叫出他的整個溫度資料之後呢 就可以去 做演算 然後再以這個基礎溫度下去做分析之後就可以去 得到我們的總之設量這些推估 那 這裡有一個關鍵 有一個 Domain的部分是在於說 我們看第三點這個公司 數學公司顯得很簡單嘛 最高溫加最低溫除以2 他不是平均值喔 是最高溫加最低溫喔 然後也就是說是日溫差 日溫差的 一半 那要減到TBase就是基礎溫度 那每個座位的基礎溫度是什麼 每個座位的基礎溫度是什麼 這個是關鍵啦 那也必須跟大家很坦白說 因為 我們在 我現在這個角色是在農事單位我也不可能 去做這種研究嘛 這是在試驗單位 所以我們是 10度 下去做 這個基準的基礎溫度 但是其實 每個座位這個是不太一樣的喔 所以我們這邊有做一些調整的模式 假如說 各個座位他有比較明確的基礎溫度的話也可以把它帶進去做計算 那 那 剛剛我們想上來 那一般現在 的 政府的網站怎麼做呢 他一樣在那個農業 氣象的這個網站裡面 我們看到他有一些生長模式喔 就是在左下 右下角那個綠色的框框裡面 還有很多種 預報的可能 包括什麼區天預報啊 什麼基礎溫度 平均等等 那你算出來就是像右邊這樣子 有一個目標值 那這個目標值之後我們就 足以累積 然後累積到那個目標值之後 就可以知道我們可能今年 這一個作物他在這個時候種植 他可能會比較早或者是比較晚收穫 來去取得整個生育的區間喔 但是 我們在去觀察我們實際上作物的樣態的時候 我會發現 一樣回到剛才跟大家所分享那四個生育期喔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四個時期的 生育期他的積溫 他是 分別是獨立的 比如說以我們今年的觀察到的水稻的種植的騎乘來看喔 今年我們可以知道是大概 3到4月的時候溫度都還比較低 溫度都比較低 但是然後連帶的就是 在最後的收穫的 期間 他就會比較晚 他就會比較晚 那 溫度比較低 收穫時間比較晚 這就是因為他的整個積溫累積會比較慢 直慣來講是這樣合理嘛 但是 他 低溫的時間是做到哪一個階段喔 比如說 你早種的 在可能在1月中送的 跟在1月底種的 他可能收穫時間有可能差不多 有可能會差不多 那這就很有趣啦 因為 他因為這些 低溫的影響 他可能在 開花期 或者是在營養生產期 他有時候 生物 踩過了那個 該走路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的整個 激溫他就會 PASS過去了 我 我目前的感覺是這樣啦 那因為 也還沒有蠻多 沒有太多時間去 去研究太多的文獻 那整個跟大家這樣分享 就是 植物他的這個四個基本來講這四個階段裡面的這些溫度 他不是連續的線性的一個 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會把它做四個階段 分開來做計算 然後又再回到我們去年的這些資料結構啦 因為我們已經建了一些 短待告解的門檻 那一樣都是把它正規化過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一些對應啊 然後分類啊 然後分類之後就可以取這些資料 取這些資料就把它做一些對應 比如說 就像我們葉山材章 我們知道他 農民什麼時候種 然後我們家有從什麼時候種 種在哪邊 就會對應他的最近的 氣象車站 然後就可以知道他種什麼 然後他們提供這樣的服務 然後又回到我一開始那個課題 我們想要知道 到底現在農民眾在哪邊 他到底什麼時候產出 這是我們的還是 要在課題上面去做 發想 那把這些資料去做一些 調整跟簡化之後 以我們這個 這個 簡單來講就是說我們有針對溫度跟雨量 為主 來去做一些分類分群的一個 動作 然後把這些資料去做轉換 那轉換之後再做一些視覺化的處理 可以讓你們比較容易去理解 那以我們現在網站的架構來講 他背後的資料結構 大概就會長這樣 就是我們今天可能會選 育兒包 那育兒包他的名字 在我們的資料結構 對應到農情作物名稱 就是一般我們在看 作物到底中央哪邊的公報表 裡面的名稱叫 荔枝 他不叫 育兒包 這個也是在我們 資料結構處理上的一個 比較 麻煩的問題 因為 你 中文就是 很博大精深 你講的東西不一樣 番茄有沒有炒字頭 但是你都知道他叫番茄 對電腦或是做資料處理來講 並不是這樣 你只要插一個 他的對應的代碼 可能就不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會導致你 電腦就會出錯 因為他找不到資料 那我們把育兒包對應到上位間的教 荔枝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 對應到我們整個的那個 右邊的這個 他的開發的時期 那我們去律定說他到底是 預測區間是從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那 決定區間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就從這個區間裡面去取得 他的生育日數 然後在 由生育日數 我們就可以去決定他的風險 因為我們在 這個風險門檻裡面都已經有做這些正規化了 那以我們現在這個案例來講就是 高溫的風險 高溫的風險 我們就可以去 由這個高風險去對應到剛才跟大家講的七一筆資料 然後在這個網格裡面 然後去做簡單的分析 就是你每一天 最高溫的風險有多少 那我們就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假設他今天是 1月的時候要開發 1月的時候要開發 那開發期是一個月 那 他遇到高溫的風險 我們現在的資料是大概320個小時 均溫20度以上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容易開發 那種在這個位置呢 他的狀況就是會 我們發現他有55%的高溫風險 可是假設說 他是4月中的時候要開發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他的風險是100% 那這個就合理了嘛 因為你不會看到荔枝在4月中開發 那為什麼 因為就是太熱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太熱了這一句話 我們怎麼把它用 數據 來去呈現 但是 另外一個問題來 每一個 55%的風險 是高嗎 是高嗎 大家去思考他是高嗎 我不知道 如果說你覺得他是高的話 為什麼還吃得到荔枝 那你如果覺得他是低的話 他確實有些荔枝他是不會開發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在農事改良單位有在持續在研究的地方 因為 生物他的一個最終的表現 他並不是那麼的單純 只有受到環境 去決定他的一個最後的行為 他有可能會受到 簡單講就是比如說農民他的管理的方法 他什麼時候撿織啊 他有沒有下對的肥料啊 他有沒有去幫他做吹花啊 等等這些作為 或是說這個 這個樹 這顆栗枝樹他到底 夠不夠健康 他的養分積蓄足不足夠 都可能會想到最後這個 會不會開花的這件事情 但是 至少我們可以從這樣一個結果來 看出一個相對的 一個特定作物的特定風險的時候 可以去瞭解他說 你在不同的時間的區間裡面 他確實他的風險是不一樣的 而且是 可以有數據 去跟 我們 農民或是我們使用者來去做論述 那整個使用起來就會像這樣 我們在系統裡面可以去選擇作物 那以我們這個例子來講就是水道喔 那你可以選擇你的 日期 那日期之後 你就在網格上 我們那個網格是2平方公里喔 就點選你的位置 就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在系統裡面就自動會去計算說喔 我們預測的 原本的預估的生育是125天 那以日測量來看的話是128天 那以幾乎來看是131天 也就是說什麼 在這個當下 我們會推估 他實際上收穫的時間會比我們本來想的125天 可能會慢一點喔 會有這個狀況 那通常我們可以去看我們各個不一樣的風險 那也把剛才那些跟大家分享的生產管理的資料都串進去 前面的Domain 整理完之後 後面就是 怎麼串的問題而已啦 那串了之後就可以這樣子去做呈現喔 把這些59個氣象站的資料 那這資料 我們每天都會去做演算喔 我們都會做演算用KNA的演算法 就是最靈近的那些演算法 去找出今年可能跟哪一年比較接近 然後再以那一年的資料 要來做我們計算的基礎資料 那整個大概是7、1、1、2 那另外一個實務上的應用啊 對我們農業來講 我們一直在推保險 保險他 所做的就是一個風險的 複償嘛 比如說你 車險 車險要做的就是 你發生車禍的時候 不然加一筆是 保險公司他可以 給我們一些 錢 去減少我們的損失嘛 但是你可能要付保險費 那這問題就出現啦 你要付多少保險費 跟保險公司他不可能賠錢 那要怎麼去計算 所以保險公司他們一定會去上風險 那農民也會去算啊 今天 車險是因為是強制險 你沒有買不行 但是除了強制險的基本險以外 你有可能會加附加險 比如說我要 每一個人的死亡 你要再多買到多少錢 那你要去怎麼決定這些 錢 那這都是數學問題 那一樣 在我們保險來講 我們可以去看到中間那個就是 你現在紅豆的 降水保險 他怎麼去賠呢 就假設說 你的種子之後 種子之後你遇到一天的雨量 可能是50.5以上 日雨量 他就會賠你 這些錢 400到400塊的 那 從我們這個剛剛跟大家分享這個系統來看 我們假設他今天9月20號中 他可以取得這個 保險以赔的機率有多高呢 9.76% 那 10月的時候中呢 他可以取得這個保險的以赔有多高呢 4.88% 也就是說 你今天假設你是 賣保險的人 跟買保險的人 然後一樣他的保險的 保單的 買的這個時間 可以看你買的時間是從9月20號到 10月20號這個月來講好了 那你要什麼時候買 跟 保險公司要什麼時候賣 這就很好玩了嘛 那這就是一個商業的一個過程 因為 保險公司他一定是要 能夠賺錢啦 但是農民他也不可能一直把 錢丟進去 就都沒有回來 這個一定都是這樣的啦 那怎麼去取得一個平衡 就是現在 我們一直在 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 但是在我們現在的狀態來講 我們可以請求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過程 去比較客觀的就可以討論說到底這個保單的規劃有沒有合理啊 那農民他說他覺得這個保單不好 這句話到底是對或是不對 或者是保險公司說 我賣的保單不會賺錢啦 我已經賠很多錢了 這句話到底有沒有道理 大家至少可以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基礎上來去做討論跟股東的檢討 那除了剛剛那些的成果以外 我們 在高雄在做的 我們 更希望做的是 公司協力的落地應用 所以 有觀看產業的成果 我們就 把一些domain 把它做成API去做open 那open之後我們也規了一些補助計畫 把我們等一下的那個夥伴廠商 南海 也是有我們的一個 其中一個夥伴廠商 那我們在這三年到今年 大概可能預計可以推動是70個岸廠到630公頃 那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把我們一些斗邊可能open出去 那或者是說 經由 資源的 一些協助 是辦理一些媒合會等等的方式 讓我們農民去接觸 智慧農業到底可以幫助他做什麼 到底可以幫他做什麼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不知道 那至少 我們農南訓 不用錢 你可以試試看 先 進來 然後既然你有 感覺 你會覺得農南訓不好用 我們有更好 更好用的廠商 可以提供客製化的服務 那你覺得 很貴 沒關係 政府可以補助一些資源給你 所以可以降低農民的 建制成本 那我們把我們的domain open出去 就是希望能夠 降低廠商的開發成本 那這樣子之後 我們才能夠讓 農民 他導入會比較順暢 那 這些資料呢 以其中一個來講 我們其實在整個建構過程當中 花最多時間的都是在 就像阿財也有講嘛 就是資料的清洗 光是把 政府的這個open data 農情作物就是作物中間哪邊 跟批發市場交易資料 你作物要賣到哪裡去 這兩個資料集要怎麼把它串起來 就花了我很多的時間 那 創完之後到 去年底 今年初 又在思考說 因為接觸了一些 影像辨識方面的 合作 然後就去思考到說 其實在影像辨識上 當你今天 品項少的時候 比如說 四個品項到十個品項都還可以 那你越來越多啊 我們有多少品項 最近過來的同情作物就是 比如說你西瓜裡面有沒有大西瓜 小西瓜 小玉 黑美的 阿里阿渣 最上面那一層叫西瓜 就有258項 你要怎麼把這些 這麼 龐雜的東西 去 比較好的去建立出一個 模式 可以讓在未來可能 AI在影像辨識上去 自覺辨識說 這是什麼作物 怎麼去做 我後來就不拿到 歐劍文還有另外一支 的資料裡面有帶出科 戒門鋼木科書種的科 那因為 戒門鋼木科書種 他其實 是在 依照形態學下去做分類的 所以 我那時候就想說 其實在 科的階層 下去把這些品項去做 細分的時候應該會比較有機會去把這個決策數的路徑縮短 所以我又把這兩個資料把它串起來 就完成了這個 3461項的 144顆這樣的一個資料集 那 不曉得 不知道以後不用到了 但是至少也是有把它open open 之後就可以這樣去串 串了之後就是在植物分類學上有機會可以把 從3461可以至少你說得到144 然後這樣就比如說我們左邊這個 你要知道8加8 這個 市場裡面的芭蕉、香蕉 那都是芭蕉科 芭蕉科 那你是不是可以先找出芭蕉科 那總比你要從3461裡面去找出芭蕉 來一個比較濃密吧 這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個路徑 那做了這以後 也 開始在嘗試我們去撥氣一下 因為 為什麼要撥氣一下 因為 我們也有做一個LINE 那我們就一直在思考說 我們做一個LINE然後我們去推廣LINE 有沒有用 沒什麼用 因為LINE喔 LINE這種東西 你可能加 比如說我們右上角 大家可以掃描也可以加一下 那你加的時候你就 他就會沉在你的手機裡面 他覺得 如果你沒有跟他互動 或者說我們提供的服務不是 使用者需要的話 他就只會沉默在我們的LINE海裡面 所以我們只會想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模式可以 比較讓人家覺得可以至少是有需要的 然後他又可以讓 讓我們的LINE可以在 大家使用者手機裡面把它喚醒 久久至少起來一次 所以以後我們只好取一個比較 可以接受的 火氣象的模式 所以我們也跟了氣象公司去做一些合作 那 每個禮拜就兩次上去推播 去推播 然後讓至少我們LINE能夠 在大家的手機裡面就活起來 那活起來之後 有些人就會把它 封鎖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啦 但是 封鎖至少我們也不用再去 花錢再去 推給他 因為這個都要錢 LINE真的 在商業上 很厲害 很厲害 那 這樣的一個 剛剛大家阿力阿扎分享的那些東西 就是 去年也是有一些肯定 有得到了三個獎 三個獎 那 其實這東西也再回來呼應 剛才阿才有跟大家所分享的說就是 鏡銘判白到底 或是ESG在現在的智慧農業要怎麼做 因為 我們在發展這麼多年 的時候 我們在 現在在思考就是 我們談的那些大部分的智慧農業其實幫助我們農場主 能夠達到的都是 省工省時省力 不管省什麼東西 那這些東西大部分 節省的都叫做內部成本 都叫內部成本 比如說我們可以節省災損 減少災損 透過這樣的智慧房災去減少災損 那也叫內部成本 大家是 在這邊的大部分都是消費者 你自己去想想看 你會因為說 這個農民 他用了很多 智慧工具 然後跟你說 我看我很屌 我用了 我用了自動跟隨採收車 機器人去採草莓 所以 我的草莓要賣給你 貴貝 你會因為這樣子覺得很開心嗎 大家去想 你一定覺得無感 為什麼 因為那是 農場主的內部成本 那這個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會覺得 在智慧農業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因為 農民在 在賺哪 農民都在賺人工 都在賺人工 農民很辛苦 就是 他會把很多成本 都吸收到他自己身上 反正 我有沒有這些扶具 我就是下去做 那我賺的就是我自己的這個工錢 所以他就會很大的 值災風險 然後 在整個收入也都會很不穩定 那我們要去協助他之後 目前看起來又是 減少內部成本 有一個目前我覺得是外部成本的 就是 被迫害性檢測 大家去 全年買一下 番茄也可以出去看一下 他有幾支品 他會跟你說保證6度 保證7度 保證8度 或是說我們的光玻璃 會保證甜度 假設說我們今天要送禮 我們今天要送禮 這樣的輔助的時候 我們可以確保你這個禮盒 他的品質是有一定的保證 電腦筋的 電腦筋頭刀 那你會不會多花一點錢來買這個禮盒 你這時候就會 這時候會吧 但是在整個智慧農業導入的過程當中 你有多少個 能夠像 被破壞性檢測這樣子 能夠讓我們的 產業能夠去得到 這個經濟循環的 內部痛點來講 一直覺得很困難 一直到 剛才阿彩跟大家分享的ESG 我才會覺得這邊有一個破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把 我們農民在這個 產業裡面的 投入 我今天透過 金準灌溉我省了多少水 我今天透過 怎樣的一個節能方式 去 節省了多少什麼東西 的數據 就可以對應到 阿彩跟大家分享的 盤查 有沒有機會可以對應 那這個對應 目前 剛才阿彩又跟大家分享 並不是 只有透過產銷履歷就可以去完成 因為 盤查基本盤查水電盤 第一關就挑了 因為 比如說你今天種水稻 你要跟一個 老伯伯 農民老伯伯說 你那個水稻田的水電費多少 他一定很傻眼 那為什麼 那水從哪裡來 水就是 水力會系統 水就來還要把它打開 那你這個入水口上面會有 水表 有農民真的在講 如果墊表 為什麼沒有水管 真的有在講 我覺得這個是有機會 因為現在是有做到那個 勾曲的流量監測 因為要精準 我們那個 水管的漏剩率有可能到十幾% 自來水管 灌溉勾曲也是 那一方面你要減少它漏掉 另外一方面是你要去精準 管控說 甚至紅桃水位 水怎麼能夠 穩定的流到你的 整個灌溉前區的目的地 這個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確實有可能你會做到水表 但是現在就是沒有 那現在就是沒有的時候 阿伯他怎麼給你 他用了多少水的資料 你說他用了多少電 我種水稻我就是 我拿那個 手 噴藥了 噴藥了 這樣耗了多少油 而已嘛 別這樣說啊 那你這樣怎麼盤 沒有水電盤 盤不出來 那這時候怎麼做 所以 針對這種東西 有一些環保署他是不是已經有準則 像剛才阿彩也有跟大家分享那個碳盤計算器裡面有援引到一些 環保署公告的準則 假設有的話我們可以去 訂一個比較RAV的 至少大家可以公認說我種水稻一公斤就是多少碳 那這樣就有機會啦 就是 產消履歷 那這一定要嘛 因為這是大家的 食品安全的問題 產消履歷價值 你有一些碳盤的原因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的 資料的價值把它做出來 那當然你更進一步了 你有做到 智慧觀看 接下來 我就可以 證明出我到底節省了多少東西啊 那你的整個 在碳的貢獻上就可以更高啊 那這樣的過程 我才會覺得有機會把剛才跟大家講的一些內部痛點 省工省水省力省肥 不管是省任何一個東西 它的價值 經由數據 轉化成資產 那 產業 就有機會可以去把它做連動 那現況是怎樣 企業 很想要啊 但是我們就會問企業說那你要什麼 企業就說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都還在努力 但是我們至少看到目標 我至少看到目標 那 剛剛跟大家講說家裡能怎麼做 那 以 數據來講 我們在龍南區裡面 因為 資料的觀點 它已經很重要 我們不能夠把每個資料集 過於獨立 那你這樣就很可惜 你的縱效不能夠 做出來 所以我們的 Open的資料集裡面都可以去 經由這樣的名稱觀點 比如說 香蕉 我們就可以同樣在信念裡面 從 那個 障礙 一直拉到生產管理 建議的事項 都可以把它串起來 那同時也可以對應到我們現在政府的Open Data 裡面的 種植資料跟市場交易資料 然後就可以去做 剛剛 跟大家講的一個 看起來很複雜的一個過程 就是怎麼串而已 怎麼串而已 那這之下我們都有在 那個 Open Data 政府的平台上面也有開放 在我們網站裡面也有開放 那另外 你在那方在做一個 模式跟大家 這個也跟 近年有關係啊 空污 空污 大家 阿載有說我們可能 防災包括我現在都要處理那個災水的資料 好 天然災害是 不會 一年三秒數天每天都有啦 可是空氣污染好像還比較長一點喔 我們在 南部 其實在政府會做了很多事情去 去 維護或是保護大家的健康啦 真的就是大家不知道的地方我們都一直在努力 像空氣污染就是其中一塊 我們 在 南部 你可能隨時每天會有一些空污的告警 那這些空污的告警 達標之後 我們就會有相對應的因應作為 比如說可能要通知 那個工廠你要減排啊 那我們農業的部分就是要跟農民說 你不要燃燒囉 不要入天啊 你會被罰錢喔 或是說 到更嚴重的時候我們要提醒農民說 你要 要注意你的身體健康啊 這就是人的安全問題 那你要怎麼做 有時候嚴重起來很累呢 每天都在告警的時候 難道你每天都在那邊 要去 隨時standby 然後就跟農民說 你要注意要注意嗎 這是一種方式啦 功能智慧 功能智慧的做法 那 後來 我們就 我也去思考說如果用 人工智慧 沒有到AI啦 就簡單的規則給他 我們來去做 一樣啊 就可以去找 開放資料裡面 去 依照我們的規則 把它寫進去 然後寫進去之後 在我們的 Telegram 現在也是有在運作啦 就是 達標 推播 出去 我們就有做到揭露的 工作了 但是可以節省掉 北天 到底 Standby 一三五二十六 半夜十一點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啊 那同時又可以把資訊 把它揭露出來 那這個模式就是跟大家分享說就是 政府其實有很多資料 包括環保署 包括氣象局 或是剛剛跟大家分享 機器下一批 大家都可以去玩一下 然後你們可以找到你覺得有興趣的課題 然後就可以把它串起來 重點是怎麼串起來 串起來就是開發出一支小產品 來賺到你自己的錢 好那以上就是我的部分 有沒有大家有哪個區塊想要討論的都可以 那個剛剛那位朋友 那個謝謝他的提問 那個ESG那一章啦 就是 後面的標準 排放後面他的數字 就是 GRI準則 他每年 他是可能是會更新的 所以他後面 那個數字 就是他更新的年份 就比如排放2016 就代表GRI 他在2016年有更新的一個章節 對那我便呼應一下 事實上剛剛講的 人家說 那我種水稻的那個水 如果是地下水 在排放的標準裡面 我想標準 地下水可以不用算 但是自己排放 所以這個不對啊 這個 這個超充地下水 難道就是環保嗎 當然就是這樣 所以 在GRI準則裡面 如果你仔細看 他有一個叫放流水 所以 節省水資源是全世界共通的這個目標 所以在ESG報告書裡面 假設今天我因為 節水栽培 我可以去在那個章節裡面說明 我跟傳統的 我可以去裝那個流量監測椅嗎 那我做節水在培前跟之後 我在上一個年度跟這個年度 減少了多少水資源的用量 他是可以去做直化跟量化的計算 所以其實回歸到市人這邊 高雄農來訓他們做了很多一些小的專案 含水啊 空物啊 那他其實都是 我們講去監測環境 農業對環境的衝擊 如何去量化 他很好的工具 那早期就像市人說的嘛 大家沒什麼想用嘛 我幹嘛 我種田製作 我內部成本嘛 該外面有什麼事情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把這些內部成本 轉換成 一個量化的 結果 給誰看 給你的客戶看 因為你假設你是 你的客人是這些大型的通訊商 他們要寫ESG報告的 這些東西對企業就是一些素材 那市人也剛剛說了 他說 他去問企業企業不知道有什麼對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跑業務的時候 我們會 我們的利益機啦 我只能這麼說 因為企業不知道什麼嗎 我就去唬爛一下 說我覺得你們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 那些董事長說對啊我們有啊 為什麼不寫 所以這個大概是 我們看到農業的商機啦 就是 由農業的我們講領域轉向 我們有這些domain knowledge 那如果你是年輕人 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ESG報告書裡面 他需要揭露什麼樣的資訊 那你可以在你的農業背景 之下去協助企業去做ESG的規劃 這個確實是我有看到一些我的學弟妹們 他們開始 有這個機會 有這樣的職權出來 但是這個有價無市 或者有市無價 這個我們還在觀察 那大家對於 剛剛的 這個 上午 這兩個議程 有沒有什麼 交流 想想提出來 這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用 我們的這個活動 我剛剛講的 我們不是官方辦 你不用報單位 你只要告訴我說 我怎麼稱呼你 等下聊天就不會尷尬就好 不用緊張 也不用覺得說 我講出來 會不會 那個 被 被露收什麼 沒關係 不會不會 你就告訴我 你怎麼稱呼你 然後你的問題 或是你的想法 沒有的話 我給我們時間趕 我們只剩一分鐘 沒有的話 我們要請下一個 這個講者